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彪玩樂頻道 說這麼快 聖誕節快到了 各位師兄 應該都已經開始在想聖誕禮物的問題 接下來這幾條影片我會和大家分享幾隻 我覺得有質素而且性價比極高的手錶 無論買來獎勵自己 或者做聖誕禮物送給別人 都是好好的選擇 首先打頭跑就是一款上年一推出 就令市場掀起一股熱潮的Tensor PRX Automatic的後計款 好 事不宜遲 去片 首先看到Tensor的一個非常有心思的紙盒 為什麼覺得它有心思呢 首先 外面有歷年來Tensor的Logo 由舊至新都有的 我們先打開它 然後呢 這是一個內盒 打開這個內盒之後呢 除了一隻錶之外呢 可以看到這裡還有一個 好像以前那些舊式聖誕卡 一打開就有一個立體的東西出來 這應該是Tensor的總部來的 我們先拿一隻錶出來 除了這一隻之外呢 另外呢 今天呢 還有另外一隻款的 兩隻都在這裡 可以讓大家一起追 他們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主角了 Tensor PRX Automatic的Chronograph 首先要感謝各位師兄的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給like、share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還可以follow MNUC的Instagram 看看美照 明邊玩樂頻道 就是一個以廣東話分享的手錶記錄平台 百分百香港製造的 都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師兄的支持 就算是移民去其他國家 都會準時收看我們逢星期四晚的MNUC直播 一起交流百花齊放去玩錶文化 MNUC在尖沙咀的實體店 提供一站式的手錶記賣平台服務 開業一年已經成功幫超過一千隻手錶 找到新主人 免許一切要賣錶時候 單打獨大個煩惱 如果要賣錶找我們幫你們搞好 就安心又放心 如果想知道詳情的話 可以留言問MNUC的公訊項站 明哥channel.com 或者是可以WhatsApp6800966找我們 就算是海外的觀眾 如果想賣我們的錶也沒問題 期待在MNUC見到大家 在去年2021年 天梳推出了一隻 叫做PRX復古風格的運動錶 同著復古風格的走筒型的錶殼 和一體式的設計 再加上極具競爭力的定價 在市場上引起了一股搶購潮 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推出的 自動機身版的PRX 更加在推出的頭幾個月 都達到一標籃球的地步 PRX這個名字由三個意思組成 P代表Precise R代表Robust X代表浪馬數字的10 意思代表防水性能有10個大氣壓 即防水有100米 今年的2022年 天梳終於推出了我手上的 這隻有計時功能的PRX Automatic Chronograph 不過由於之前的貨源短缺 真的完全借不到來拍片 今次 天梳的官方終於給了兩隻 PRX Automatic Chronograph 來拍片給大家看 一隻就是黑白熊貓面 另一隻就是藍色的反熊貓 老規矩,梅花間觸的輪流 首先我會拿著這隻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的黑白熊貓面 來跟大家說一下這隻手錶的規格 它的直徑是42mm 厚度是14.5mm 脫脫的距離是41.5mm 而防水有100米 有一塊平面的藍帽石水晶鏡面 而錶殼和錶帶都是用不鏽工的物料製造的 和很多以70年代風格為靈感設計的碗錶一樣 就採用了錶殼和錶耳一體式的設計 沒有傳統手錶的錶耳 而錶帶就是由一折折的闊單牌鏈環組成 採用了全拉絲打磨的設計 看見這個打磨都做得相當不錯 而錶扣就是一個開兩邊的蝴蝶扣 很多70年代風格的一體式的碗錶 都是用這一種蝴蝶扣的設計 因為不會有2S型摺疊扣 巨大的體積 會拱起一塊 可以帶起來更加貼手 還有這款和近年很多新款的錶帶一樣 都有一個快刷式的設計 在這裏有兩個東西 可以用手這樣輕鬆地拆到它 不用工具 也可以自己不求人 就可以換到錶帶了 而錶殼 這個42毫米磨砂精鋼設計 就是沿用了PRX系列線條流長 和令國分明的外形 保留了1978年天梳腕錶復古設計的精髓 同時又有拋光的錶圈 和霧面拉絲 是有21世紀元素做點綴的 講一下錶面 兩隻拿在一起講 正反的紅貓面 其實都充滿上世紀70年代的風格 用了三眼計時加日期的布局 左邊這個就是一個小秒針 即是時間的小秒針 而右邊這個就是計時的分鐘 而下面這個就是計時的時針 我現在手上的這隻正紅貓的錶面 其實不是白色 反而是銀色的植紋拉絲質感 加上一個淡金色的index 和時分和計時的大秒針 而另外一隻的反紅貓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深藍色的植紋拉絲標盆 再加上白色的三眼 和銀色的index和指針 兩隻款的內錶圈 都有一個小錶盆的邊緣 都可以看到有一個造工非常細緻的坑紋 以及作為一個運動錶 當然index和時分針 都有填入superluminova的夜光效果 我們反轉到錶底看看 看到有一個透底的設計 可以欣賞到這個Valduo A05H31的智隆上年機芯 這個機芯的基礎是來自Ether的7753 經過天梳的調校後 機芯性能方面的震頻維持在28800 但動力儲備由7753的42小時提升至60小時 給你這個透底 機芯的打磨方面也算是不錯 絕對對著PRX價廉物美的高性價比水準 我現在就示範手錶的操作給大家看看 由於今天使用這隻來講 都拿了很久 所以公平起見 示範操作方面 我會拿這隻的藍面來做一個操作示範 首先它的霸底是沒有鎖入式的設計 所以就這樣向上轉 就是上鏈的 如果把霸底拉開一格 看到左邊的小秒針是停下來的 它是一個停秒的功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調校時間了 我們看看跳日的情況是怎樣 又要再轉多一圈 大家要留意一下 日期是會歪一點 然後再跳 接著我們試一下計時的功能 啟動 意外地 這個計時的手感也不錯 有彈力的 現在看見到這支針 也算是動得挺穩定 以及歸零得挺穩定 以這個價位來講 計時的手感和動作 也完成得非常好 也挺有驚喜 因為見到它沒有什麼跳針的現象出現 以上就是這支手錶所有的操作 我現在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好 這一個就是藍色的反紅貓的上手效果 我現在再換上白色的淨紅貓 來給大家看看上手效果 相比上去年的PRX Automatic 今次的PRX Automatic Chronograph 尺寸上大了2mm 而且厚度是厚了 我也明白 因為7753機芯是一個比較厚的機芯 不過幸好是PRX的錶殼和錶帶 這個一體式的設計 是沒有標而撐開的問題 看到這裡是可以垂直的 再加上錶帶的N-link 這支手錶的距離是53mm左右 即是這裡到這裡是53mm 以一支運動錶來說 戴在我154mm的手腕上 都不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但我相信對於大部分的師兄來說 這支錶絕對是不難carry 我現在再公平一點 再戴上一支藍色上手 和大家繼續說 一支錶好還是不好 除了樣子好不好看之外 拿上手的質感都非常重要 這支的PRX計時款 拿上手的感覺 比上一代的大三針款 是有更加紮實的感覺 絕對對得起PRX的這個稱號 相信這也是PRX系列 這麼受歡迎的原因 跟同類型的 Omega Speedmaster Rolix的Deytoner 和Syniv的A384相比 它的錶圈 其實就少了一個測速計 即是Taki Meter 令整個錶盤 看上去更加純粹 布局比例上 還有幾分像Paul Neumann 尤其是這隻 白色的熊貓 真的有點像Paul Neumann 而缺點方面 對於我來說 除了大隻和厚身座之外 就是動力儲備去不到70個小時 不過7753也是一個經得起考驗 即是歷史考驗的非常耐用機身 在內用性方面 大家就絕對不用擔心 總括來說 以一隻公價港幣14,100元的計時錶來說 PRX Automatic Chronograph 無論質感上和外形上 都叫做絕對交足功課 而且還有一個透底機身 可以給大家追蹤機身 用這個價格 可以買到這個級數的 瑞士製的智能上的機身 市場上真的非常少有 趁現在快要聖誕節 買一隻做聖誕禮物 來獎勵一下自己 2023年來做日用錶 都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這兩隻錶 大家就不要問我那個記賣家是多少錢 因為這兩隻純粹是借回來拍片分享 在這裡要感謝天梳香港的官方 借出這兩隻2022年新款的 PRX Automatic Chronograph 來給我拍片給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這款錶的資料 可以去下方資訊欄的官方連結 去了解多些 以上就是我今日的開箱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我的影片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我一出新片就開了第一時間 通知好大家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中標指釋 或是可以加入Mingo Channel的Facebook 如果想買錶或是買錶 可以留言 MNLC的功課項站 MingoChannel.com 如果你看完影片 是否漂亮 記得follow我的IG Mingo Channel 你們支持繼續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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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